哇,表哥你太帅了,忍不住,再来一个 女人一个飞吻,竟把皇上恶心的直接从房顶掉下来,不料正好掉进一个大水缸里,皇上挣扎了几下竟然没有了动静 伸手不凡的异国之军,竟被一个水缸淹死,说出去恐怕会被世人笑掉大牙 就在危难之时,姑娘天心及时发现 天心看着一动不动的男子,急忙拉住他的脚,试图将男子拽上来,但天心根本使不上力气 尝试了几次都没能救下男子,千军一发之际,天心看到不远处的锄头 上前拿起锄头用力砸向水缸,由于水缸的质量太好了,砸了几下都没有破裂 天心只好使出洪荒之力 水缸应生而裂,男子也因此顿,天心看到昏迷的男子 天心看男子毫无反应,急忙给他做心肺复苏 看到没有什么效果后,天心便不顾男女偶连,给男子做起人公呼吸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男子在吐出一大口水之后,慢慢的苏醒过来 天心看到男子醒来,急忙询问他的身体情况 皇上看到就自己的人是天心,连忙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谢 谁知刚从鬼门关回来,皇上又听到表妹催命的呼喊声 随后便慌忙的拉着天心走得起来 等到表妹离开后,皇上虚弱的躺在地上 天心看着男子的衣服湿头,就将他带到自己的住处 热心的帮男子晾干衣服 皇上看着天心不说话,而且还故意躲避他的眼神 奇怪啊,你之前挺热情,又很健谈,今天怎么了 天心看到男子健硕的身体后,害羞的不知要如何面对他 为了避免尴尬急忙岔开话题,询问男子怎么会在宫里 皇上害怕天心知道自己的身份后,就会有意疏远他 于是就谎称他是御书房的汉林名叫修志品 天心听到他是皇上身边的亲戚,就想到自己能进他医院 肯定是修志品帮的忙,瞬间对他充满感激之情 修志品为了报答天心的救命之恩,转身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不料手中的棉被瞬间掉落在地上 天心看着修志品赤裸的上身,顿时尴尬的不知所措 为了不让修志品发现自己的女儿身,只好用力拍打他的后背 修志品当即疼得呲牙咧嘴,随后想到自己还有重要的事情 便准备穿衣服离开,天心则是害羞的站在门外 为了感谢修志品的推荐之恩 无用,怎么才能找到你啊 修志品想到他们是因为风筝再次相遇 就让天心放风筝,只要自己看到就会去找他 两人约定好之后,修志品便急匆匆的离开 次日天心正站在凳子上寻找医书 不料脚下一个没有站的,就要从凳子上摔到地面 千军一发之际,一个太监飞身过来接住了天心 天心看到竟是上次湖边飞里踏的太监 瞬间气步打一出来 原来一天前,天心夜深人静之时到河里稀发 谁知竟碰到太监折三 谁知两人在打斗间 天心无意碰到对方身体 没想到发现对方竟是假太监 一个是女扮男装进入皇宫 另一个则是假太监 两人的把柄都握在对方手里 就相互达成保密协议 姑娘女伴男装进皇宫 没想到第一次洗澡,就被人发现身份 摆脱了,以后别搂在我眼前晃来或去 能走多远,走多远 折三知道天心还在生气 就连忙向他道歉 为了缓和他们之间的尴尬 折三竟伸手拥抱天心 天心看他又想非礼自己 生气的就要给他一巴掌 不料被折三轻松地抓住天心的双手 天心见状狠狠踩在他的手 随后用力给了他一巴掌 看到折三疼的呲牙裂子 便十分解气地转身离开 到了晚上,折三带着一群太监偷偷来到太医院 你们想来偷东西吗 天心看着为首的竟是折三 以为他又来找自己的麻烦 就生气地赶他离开 谁知折三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而是来到天心面前恳求他帮忙偷药材 没偷东西还要我做帮凶啊 我看你们是不是全疯掉了 太监看天心不愿意帮忙 就把事情的缘由告诉他 原来太监总管的宝贝被偷心情不好 就要烧掉所有太监的宝贝 折三无奈之下 只能带着他们来到太医院 准备拿些药草冒充宝贝 折三刚说完 所有人都跪在地上恳求天心 天心也不是铁石心肠之人 看到他们如此可怜 只好答应他们的请求 本以为这次可以蒙混过关 谁知一位太监眼的太浮夸 被李公公看出端倪 就要查看他的宝贝 公公看他如此紧张 一把抢过他手中的罐子 恶狠狠地砸在地上 没想到里面竟是干枯的药材 李公公生气地走上前 小太监立马被吓得招人目惑主使 而作为帮凶的天心也在所难逃 就在侍卫抓捕时 天心死死地抱住旁边的助理 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 我还有件事情要做 天心说完就跑到屋顶放起风筝 原来修制平成说过 只要见到风筝就会过来 天心现在也只能想到他能帮自己 随后天心和折三被关进了牢房 另一边刚下早朝的修制平 看到远处的风筝 就知道是天心找他 经过打听修制平慌忙的来到牢房 你们的事我都已经知道了 只不过是几顿药材而已 应该不难解决他 天心文言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让修制平一定要救他们出去 殊不知眼前的人就是皇上 救他们就是小事一桩 为了不让天心发现自己的身份 修制平便来到李公公的住处 李公公急忙向皇上行李 正来这里是想请公公帮个忙 帮我去下一道令 放了那个小太监 还有那个太医 李公公公文言面露为难表情 表示他们偷到是中罪绝不能姑息 否则难以服众 并且这还是太后的旨意 修制平健壮也不好在为难李公公 便怒气冲冲的去找太后 太后没想到 皇上会为了一个太监和太医底状态 当即决定要处决他们 修制平没想到最后没能救出他们 还间接的害死他们 就愧疚的准备丰盛的饭菜 让他们吃饱喝足在上门 天心看到一桌饭菜以为自己得救 高兴的就要举杯庆祝时 修制平的话让天心激动了心情 瞬间跌入谷底 既然这是我们人生的最后一餐 那就吃饱喝足做个开心鬼 天心看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 只能坦然的接受这一切 修制平看着天心故作高兴的样子 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救出他 很快到了刑刑之日 天心看着修制平没来 心中产生莫名的失落感 没想到自己就这样结束年轻的生命 就在准备行刑时 一名侍卫及时赶到 并递给李公公一封密刑 李公公看后便立刻放了天心他们 接口于生了 大人有傻福啊 得救的两人高兴的来到湖边散心 这时修制平也打了过来 天心看到他后 责怪修制平不来送他们最后一程 殊不知是修制平救的他们 随后天心便把修制平和哲三带回家中 准备好好庆祝他们脱离危险 酒过三巡之后 皇上和哲三喝得醉烂如泥 天心安顿好他们之后 被母亲神神秘秘的叫进屋内 只见母亲拿出一个包子 天心好奇的打开 里面竟是一套漂亮的女装 由于天心很长时间都是男装 看到漂亮的女装 就情不自禁的换上 经过一番打扮后 天心看着镜中的自己 觉得十分的满意 随后便来到湖边享受短暂的美好时光 不料这一幕正好被修制平看了 他瞬间被惊念到 天心文言急忙转身逃离 修制平见状上前追赶 谁知脚下一滑摔倒了 这才给天心逃离的机会 回到家中 修制平看到男装的天心 顿时心中疑惑不紧 天心则是故作镇定表示 但是我的孪生妹妹 小时候在湖边 抓引火虫的时候 不小心 跌进湖里 每到月圆的时候 我妹妹就会出现在湖边的 修制平听后 对天心的话半信半疑 但一时没有证据 只好暂时相信 心中也对刚才的姑娘 产生不一样的情绪 回到皇宫的修制平 为了让天心可以发挥他的医术 直接为他开了监医馆 并且还给了天心一张通行证 让他可以自由进入皇宫 天心没想到 修制平会有如此大的权力 心中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 殊不知眼前之人就是皇上 接下来天心会知道 修制平的身份吗 两人还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 关注阿公下期更精彩 祝你 Hawi 都没有终 forever 感谢观看